好,我们继续看Chapter 30 of Artis Law 前面我们讲很多都是概念嘛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前面所学到的概念 然后用来解一些立体 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example 它说假设有一个uniform magnetic field 就是均匀的磁场 那这磁场它有个夹角 Meg angle of 30 degrees with the axis of circular coil 就是跟这个一个线圈 圆形线圈,然后300圈的圆形线圈 那它的轴夹一个什么 夹一个30度的角 and the radius of 4 cm 那这个线圈,300圈的线圈 它的半径是4公分 它说the magnitude 就是大小 就是指of the magnetic field increase at the rate of 85 tesla per second 你要有个db dt 反正你要造成磁通量的变化 你可能是这样 前面有抢过有几个方法 一个面积变化,或者是角度变化 或者是说本身磁场变化等等 所以它这边是磁场随时间变化 85 tesla每秒 while its direction remains fixed 那它还是跟那个什么 跟那个线圈的轴夹30度角不变 请你找一下 find the magnitude of the induced emf in the coil 好,所以其实很简单 对不对 就是概念上就是什么 就是画一下图 就是有一个coil coil它是假设是一圈一圈的 然后有300圈 然后它有一个轴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有一个磁场 磁场刚好跟它夹一个角度 是30度角 ok 好,那接下来就可以算 就是你要算磁通量就是什么 就是把这个 呃 磁场乘上什么 乘上面积 那这个300圈的面积 刚好都还是 还是这个面积 这个πr平方 所以你把它πr平方 就是它的面积 然后 再来它有n圈 就要乘上n倍 然后再乘上磁场b 然后再加一个角度 30度角 你要记得乘上一个cos 30度角 那 接下来你要算什么 算磁通量 对不对 磁通量 就要算那个 磁通量随时间变化 就算感应电动式 感应电动式 感应电动式是什么 是负的磁通量变化 那这负号 我们说就是冷湿电流 比如说假设它 呃 呃 这样的概念 好 所以你把刚刚磁通量 对时间尾分 那我们刚刚讲的角度不变 嘛 半径也不变 所以唯一变的就是磁场 对时间尾分 所以你把它 带进去 直带进去 你就会找到 你要的这个感应电动式的大小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example 那 这个example 它说 A magnetic field 有一个磁场 然后它说 is perpendicular to the plane of the page 那你就假设是这个 投影片 跟投影片垂直 然后 B is uniform through a circular region of radius r 在这个半径 r 里面 磁场是这样 是均匀的 outside this region B equal to 0 就是磁场是0 now the direction of B remain fixed and the rate of change of B is db dt 所以 甲角 如果说你是 刚好在平面上 跟磁场比较好 就是90度角 滑达 the magnitude of the induced electric field in the plane of the page 那我们 实际上磁场 是垂直于这个投影片 我们这边 假设它是进入投影片 所以你 画一个打叉的符法 就看到一个箭头的尾巴 所以它射进去投影片 然后它在半箭r的地方 是均匀的磁场 然后它随时间变化 它有一个db dt 磁场随时间变化 ok 那因为db dt 可能是向前向后 所以它 磁场可能向前增加之后 向后 它有可能是随时间变化 所以最后呢 他问你说 distance 如果你在一个半径 小于这个大的时候 from the center of the region 然后 如果你另外一个是在半径 大一大的时候 那时候是这个磁场能力的时候 你去计算一下这个 induced electric fuel 是多少 它问你的 what are the magnitude of the induced electric fuel 这边有写 你这个感应的电场是多少 那感应电场的话 基本上就是想像说它是一圈 所以你假设那一圈 半径小于大 所以有一圈 或半径大于大 有一圈 那你去算它的感应电场 就是我们前面讲就是 先算感应电动4嘛 然后用电场乘上长度 2πr 就会等于 就是等于这感应电动4 就可以算出这个电场来 好 所以第一步的话 如果它的半径小于大r的时候 那这时候它的 啊 半径小r的范围内 我们画一个图 比如说假设在 用一个橘色画一个这样 小于大r是这一圈 那在这里面持通量是 b乘上πr平方 然后呢 它的 持通量造成的这个感应电动4 是 对这个持通量为分嘛 那实际上大小的话 就是πr平方 然后db dt 那这个感应电动4 就会等于什么 等于电场乘上长度 1乘上2πr 所以找到这电场大小 我们这边就算绝对值啊 就先不管正负化 反正正负化就是用等次定律 就是 它如果持通量增加 你就要在那个 反方向 就是让它持通量减少 好 那如果是小r大为大r的话 刚好只有大r里面才有什么 才有这个 持通量 所以是 用大r b乘上π乘上πr b乘上π乘上大r平方 那接下来 持通量随时间变化 就会是磁场对时间的微分 所以π大r平方db dt 然后呢 你要换算成什么 换算成这个 所谓 电场大小的话 就是电场乘上长度 所以2πr乘上1 就会等于感应电动4 所以电场就可以找到 那这时候 我们所在的小r大为大 是在这个范围 所以如果你在外面 跟在里面 那你感受到的这个电场会不一样 我们再看下一个example 这个example 稍微困难一点 它说假设有一个small coil 有一个小的线圈 是n圈 那一样反正就绕n圈 has its plan perpendicular to a uniform static magnetic field 一开始是 它的面是 跟这个磁场是垂直的 也就是法向量是跟磁场是平行 那the coil 这个线圈 is connected to a current integrator 所以这困难的地方在这边 它最后是这样 是要 计算出 因为如果电流做 积分 integrate 就是累积 累积就变成电荷 所以最后要算出来是电荷 请你去找一下 find the charge passing through the coil if the coil is rotated through 180 degree above the axis 假设它转180度的时候 就从本来面 这个法线向量向上 然后变成向下 就转180度 好 我们来看一下图形 就是 如右边 这个图 它就说 假设 它的这个 线圈是n圈 n圈在这边 然后 你这样 从 本来面朝上 变成面朝下 那这时候呢 它会有累积 下面有一个 电流积分器 就会累积 变成一个电荷 所以我们第一步要先看说 电流 怎么样跟这个什么 跟这个 它翻转有关 那翻转的话 我们知道是 持通量变化嘛 就是持通量随时间变化 那现在随时间变化 就应该会产生什么 产生一个电压 那这个电压 电压就会跟电流有关嘛 V等于IR 它有一个电阻在这里 所以就会有一个电压 经过这个电路 会有一个电流 所以这个 电流 最后跟什么 跟持通量随时间变化 那 你实际上是讲 从上面变到下面 所以你是 整个要算是持通量 total的变化嘛 那就好像说 你最后是 电流对时间的积分 所以就得到说 total的电荷的变化是多少 所以很简单 先算那个持通量 持通量的话就是 n个线圈 n 然后再乘上 它的面积是a n个a 然后乘上磁场 然后最后再乘上 这个cosc 所以你 比如说 假设一开始 是这个0度角 后来翻到180度角 或者是180度角 变成0度角都可以了 好 那 这持通量跟电流之间的关系是怎样 是因为持通量随时间变化 产生电压 最后产生电流 所以你就发现到说 这个电流 dqdt 实际上是什么 是这个电压 除以这个电阻 那电压就是什么 就是持通量随时间变化 所以接下来再把这电压 写成 负的持通量随时间变化 那这里头变化是谁变化 是角度变化 因为 这个cosc 我们刚刚把cosc 对时间为分 那要用圈入 就cosc 对时间为分 我没办法为分 负的ddt 然后作用在cosc 那这c 就跟t两个是这样 是有关系 但是你没办法cosc 对t为分 所以圈入 就告诉你说 你先讲先把它 对c 为分 那cosc 对c 为分 是负的sine 所以答案就变成sinec 然后剩下的还是要做 你圈如果说 不可能无缘故丢掉任何变数 所以变成dc dt 好 所以你就把它乘上sinec dcdt 那你再把这个 这个 εψon再把它拿回去 拿到上面这个来 所以最后你就发现时间可以拿掉 最后 你角度变化多少 就变成累积电荷多少 所以你看一下这个dqdt 就最后是这个dcdt 这个时间可以拿掉 变成dq等于c 那在最后一部分就是total的电荷 电荷累积多少 就是左边右边把它做累加 累加在这边就做积分 所以左边积分右边积分 那左边积分就是q 你要算total 右边的话就是从0度角到180度角 那刚好这个sincd 是负的coscd的微分嘛 所以 这个负的cosπ就是1 再加上cos0 1就变成2倍 所以最后就找到电荷是2nbA 我们再看下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稍微困难一点 如果算完这个例子 你就知道说 我们前面讲说你拉一个Rod 在一个轨道的金属线路径上面 去拉这个Rod 拉这个Rod的话 要先有速度才会讲 产生感应电动势 产生电流 如果你不拉它 它就会慢慢停下来 因为天底下没有所谓不劳的货的事情 实际上还是要拉它有个速度 才会产生电压 你最后没有作用力的话 等到它的能量通通都散失掉 因为其实拉它就是利用动能 转换成电位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有一个Rod的金属棒 它质量是M 然后它的电阻是R 你就不用再放另外一颗电阻 在电路里面 就是金属棒本身是电阻 然后呢 它在unflition is conducting rail 就是我们刚刚讲会有个路径 金属的线路径 上面有这个轨道 金属的轨道 它两个轨道是这样 Separation distance L 然后呢 它怎样 在它这个整个电路 放在一个 Uniform Manage Fuel B 所以为了简化 应该B就跟你的面积垂直 垂直 就是你去拉这个金属棒 Maintaining its motion to the right 所以开始是 等速度再跑往右边 V0 那在 接下来就要开始停下 At time t 等于0 在时间 t 为0 开始 然后这外力 The agent abruptly stops Pushing the rod continue forward 这个外力呢 很迅速的停下来 停止去拉这个金属棒 The rod is slowed down by the magnetic force 所以这时候呢 你的金属棒就会慢慢的 其实也是螺人子底被停下 那请你找一下这个 速度随时间变化的这个函数为何 所以就像右边的图所画的一样 一开始是有一个V0 然后呢 你去拉它 那你在时间为0的时候就不拉它了 所以它是会从V0一直降降降降到速度为0 那你要怎么写下这个微分方程式 就是力等式 所以呢 你的 螺人之力 我们要算一下螺人之力 如果你一开始是有这个电流通过去的时候 那 因为你 你这电流最后会随时间会变小 那 为什么会有电流 因为你有一个速度V去拉它的时候 那你就会有电流 所以它这个是 因为拉它有速度 然后速度产生什么 产生螺人之力 然后产生感应电动式 那感应电动式大小是多少 就是什么 就是 VBL 所以呢 你的感应电动式 等于VBL 然后这感应电动是造成你在里面的一个什么电流 所以 Ri 就等于这个感应电动是处理电阻R 所以第一个要先算出电流 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有电流在流动的时候 就会造成什么 造成你有一个 所谓的这个力量 当你有电流在流过去 就会有 因为电流跟磁场作用 就会有什么 反方向的力量 所以你看这个电流 刚刚我们讲 拉它往右边跑 电流会怎样 会 因为你磁通量是 像 指向 这个投影片里面 那这时候你 指向投影片里面 磁通量变大的时候 你的电流就怎样 就会是 就是逆时针方向电流去 让它这个 指向 这个 投影片里面磁通量要变小 要让它减少 所以你会有一个逆时针方向的电流 所以你一开始电流这个方向 那这方向电流的话 就会 反过来 反过来会有另外一个力量 会有什么 会有 罗刃之力ILB 就是说你电荷往上 这边往上流 然后 你外积 磁场是这样 射向你的 那个投影片里面 所以你会有一个 负的 往左边 有一个力量 F 那这F就是我们要算的 ILB 那I我们刚刚算出来 所以这边ILB要乘上 I乘上B乘L 所以力量等于 负的R分之 B平方 L平方 速度 那这力量就会怎样 就会 就会主力嘛 就会使得你的这个金属棒 就会慢慢停下 因为你现在不拉它你就会停下 那它就会产生什么 产生加速度 所以这F 就会造成金属棒的质量 乘上加速度 所以就回到我们 从前所算过的这个 无人方程式 所以MA就等于 等于负的R分之 B平方 L平方 V 那这A跟V之间 就有关系了 A就可以写成什么 写成速度 对时间的 尾分维持 所以你就得到 MDVDT 加上 R分之 B平方 L平方 V会等于0 这边两个变数 一个是V 一个是T 那你可以用 这个变数分离法 可以把V放一边 把T放一边 所以你先把它 这个加 这个V 移到等号 右边 变成- 所以移到右边来 然后接下来 再把V移到一边去 所以你把这个V除过去 除过去 变成V分之DV 然后为了简化计算 你把M也除到等号 右边去 所以变成- R分之B平方L平方DT 好 接下来就是最后一道 就是你把左边右边 同时做积分 就解决问题 因为左边是变化量 右边也是时间变化量 提一个是速度 变化量除以速度 所以左边右边同时做积分 然后要绑起始条件 刚刚告诉你 就是 时间为0的时候 它速度还是V0 接下来就慢慢 越来越慢 速度减下 所以时间为T的时候 减下来的速度是V of T 那左边积分 当然就是很简单 LnV 然后再把V跟V0 代音相减 是LnV-LnV0 就是LnV除以V0 右边积分更简单 当然是-m碼分之B有平方T 所以你可以把它整理一下 左边LnV-LnV0 就换成LnV除以V0 右边就是-m碼分之B平方有平方T 再把它写回Exponential函数 所以V就等于什么 等于V0 最后再把它乘上去 V0 xponential -B平方L平方 除以mRT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 所以时间会是Decay 速度会越来越慢 你如果没有施加外力 那当然就是动能再转换成 电位能 没错 但是它会另外 会怎样 这个动能会慢慢的消耗掉 因为转成电能 那你就会消耗掉 那电能跑到哪去 跑到电阻去 变成热能跑掉 到这儿了 到这儿了 感谢观看